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大崔 这是我们刚装修完的一个工地 但是有一个缺点给大家指出来 大家在做装修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就是我们电视的尺寸 看到吗 这个电视没花太少的钱 它是一个壁纸电视 就是说你看挂到墙上之后 它没奉献 其实挺贵的了 但是尺寸偏小 选择的是65寸的 你看我正常坐在这 比如说沙发上在这 可能看见的时候 肯定有人说 我要考虑一个观影距离 怎么怎么样 不要考虑那些 通通都没用 因为你可能看电视 就是春节晚会看看 平时的时候 孩子看看动画片 尺寸一定要大 咱们电视背景墙这块 你很多人问我做什么样的 前两年流行的是严版 你看这两年是不是很少了 再往前说 可能流行那种 富贵花开那种大背景墙 不要你家做完了这个背景墙之后 立刻就知道你哪年装修的 你看这种背景墙 你能猜出是哪年装修的吗 猜不出来 因为它简洁 因为它大方 这边就是做一个纯色的墙布 然后整体的质感就要比乳胶漆要更好 有人说我可不可以刷乳胶漆 乳胶漆可以刷 但是提示您乳胶漆 万一有磕碰 修复之后 它是没有办法了 它肯定是有痕迹 并且乳胶漆开裂 比较明显 墙布就要更好一点 然后电视 刚才说了 这个电视选的尺寸有点小 选大一点的 就是你比如说你打算把你家背景墙花上个七八千块钱 外上方钱 对不对 你把这个钱省一点放在电视上 整个客厅一进屋 你比如说一个家里面你觉得装修好与不好 你看哪 主要一进来之后不会观察地砖 对不对 地砖尺寸 现在这个是800的 不用看 一般的先看顶 做吊顶了 算一个精装 然后其次就是看背景墙 背景墙选了一个大电视 新来一个客人 不会问别的 不会问你这个研板 这研板多少钱 不会问 肯定会问你你家这大电视多少钱 这个尺寸有点小 批评一下业主 一定要听大吹的 买一个大尺寸电视 不考虑我们的这个轨眼距离 75寸打底 条件允许的咱们弄一个更大尺寸的 二岁 关注装修美 谢谢